有玩家對於環繞迴力鏢還是有不少問題 怎麼樣才能讓迴力鏢確實環繞了一刻 因此多製作一部簡短的回應邊來解釋一下操作方法 首先正常情形按R往前丟 迴力鏢會往左飛回來 若是丟完馬上硬直取消往右移動 迴力鏢則會往右飛 或是往右邊跳丟 迴力鏢也會從右邊飛回來 至於常見的失敗原因就是丟完之後走錯方向 和來不及走到環繞範圍 觀察影片中的示範 在丟完迴力鏢後瞬間 馬上切換成另一迴力鏢再按R 硬直時間會少很多 明刻的機動性也會比較高 這就是投資硬直的切換取消 就回應06的內容所說 像正上方丟完往左前方移動 迴力鏢就會開始環繞 但有些玩家還是沒辦法成功 失敗原因不外乎是跑錯方向 還有則是丟完之後由於硬直太長 有時候導致丟完只能用跑的才能成功 這時候就可以試著往上丟完後馬上切換武器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進入環繞範圍 基本上只要丟出後往前方走幾步路就可以了 不用太遠 可以看到在丟出後只走了三步就出發環繞 如果是配合切換取消就可以一次丟好幾把威力鏢 基本上就是你的左搖桿一直往左前方推 其他手指負責丟威力鏢加切換就可以丟好幾個 因為是切換取消自然相亦環繞也是可行的 看玩家習慣了 學會之後動都不用動就可以輕鬆打人馬了 謝謝收看 謝謝